! Hi! 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 實習生Unit 相較於愛克斯 它在系列作中 是循規盜舉的 獲得不同的裝甲來強化自身的能力 解弱它在強化這一塊 則是找比較多元的方式去前進 其中包含因為受到病毒影響 而回歸原始設定的覺醒潔弱 以複製品的型態出現了黑潔弱 至於在這次更新後登場的絕對零度潔弱 他的首次登場是在若克人X Commitmation裡面 打倒了梅爾達礦石工廠裡的隱藏BOSS 就可以得到這一裝甲 絕對零度潔弱和舊極裝甲艾克斯CM版的最大不同處是 舊極裝甲艾克斯CM版 他的特色在於絕對的長城火力 而絕對零度潔弱則是用他惡魔般的雙爪 對敵人發動近乎無視防御的近身攻擊 就像他推動雙爪向前衝刺的點紅終結 以及三段次攻擊的災禍武器 在開通的被動技能以安裝強化要素之後 只要使用兩個招式並且運動目標的話 就可以在原地留下爪痕 只要是碰到他的人都會受到傷害 另外在本週新增了新的活動關卡 核心晶片回收行動 完成此活動關卡的活動任務 就可以收集活動兌換券 並且用這個活動兌換券 來換取新的潛影技能碎片 閃光炸彈和彈地球 另外農曆春節就快要到了 銀春級好運活動已經要進入第三週了 只要完成銀春級好運的每週任務 就可以獲得好運券 並且用這個好運券來兌換銀春好運箱 或者是啟動銀春膠囊喔 還沒參加FB擴散活動的玩家們 也記得要去留下你們的GameID 並且幫我們的貼文做按讚和分享 活動時間只到2月5號的中午12點 記得要去參加喔 最後提醒一下大家 我們下週的維護時間 會提前到2月8號星期一來進行 請各位玩家多留意官方公告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 我們下次見掰掰